我前几天做了一个IFC的文档输出 我当时呢是拿了一个Land Designer的一个演示文档 然后让它输出 那么当时呢这个输出的时间非常长 所以说没有给大家看结果 我现在这个给大家看这个结果呢 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结果里面 有这个IFC的档案呢 它有400多兆 那么这个原文件呢 在NX档案里面呢 它才是几十兆的一个档案 那么转成了IFC呢 它比较比较巨大 因为它可能模型的描述方式不一样 那么大家有留意到我这个IFC.part 那这个是我再把它反读回来 那我去掉这个400兆呢 我把它这个地方全选 全选之后 看一下全选之后呢 把这个400多兆给它去掉 看是多大呢 是5.2个G 那就把400兆去掉就4.8G IFC再转回来有4.8G 那现在就是把它读回来了 我这些都不去表现了 因为这个4.8G的文档 读一下也是费劲的 那么现在是读回来 读回来看呢 它的这个模型呢 就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 这个NX的档案 那么它这个档案已经变成了 就是IFC里边的格式的 那因为这IFC呢 是工厂布局 那工厂布局呢 他们会去读一下 在NX工厂布局里的这些数据 那么有关这些 这些效果也给大家就看一下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是都是可以传出去的 因为我手头没有 这个IFC的相应的软件 比方说Bentley或者Aveva 我没有那些软件 那么大家一看就懂了 这些模型绝对不是 NX的实体或者曲面模型 那这是用IFC读回来的 那读了4.8G呢 也得且花一阵子时间 那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尝试 是非常有趣的 那再包含我最近做的 这个NX在建筑行业的应用 那我们在不仅仅是 NX1980 在NX比较早期的版本 像NX1953等等 这个IFC的这个输入输出的接口 就是这个互操作的接口呢 已经开发了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我们特别是NX1980呢 就提出来这个AEC领域 就是建筑设计领域的一个 一个深度的融合 那么这个深度的融合呢 就需要互操作 那比方说我们在 我最近做的这些翻译的视频 就从这个高清的一些 网站资源上面翻译的一些 视频呢 有这个发电厂 还有这个仓储物流 像广州的T1T2两个恒战楼 全都是用这种仓储物流的 这个系统制作的 那么它里面需要大量的设备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NX的 三维的精确布局和三维的设备 带入到整个的物流系统 建筑系统 像这个西门子广州总部 天河城大厦 天河城广场 用的就是西门子的楼宇技术 那么这些呢 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三维软件 替换进去 做精准的数字轮升模型 不是简简单单的数据采集 那前几天呢 还跟一些相关的这个同事们 还有在一些讨论 认为 这个好像说做轮升没有必要 工作量太大 其实恰恰就是因为 它太有必要了 至于工作量大跟小 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 所以这是借了这个建筑设计的IFC 我做了一些借题发挥 谢谢观看